天花板燈搖搖晃晃 路面水管甚至被震裂 游泳池水则被震出震震颇浪 连龜山岛也被震到 整块土石瘫落 对于常发生地震 东半部宜兰花莲民众而言 地震两个字似乎早就洗为常 然而最近脸书一篇po文 却让人看得有点毛毛的 直言七天内 台湾地区将有大地震发生 要花莲宜兰地区民众多留意 经常po文 台湾将有地震发生 台湾地震预测研究所所长 惊人发现 然而不少网友似乎也有共鸣 指出最近仰望天空 真的发现大片的条状云 也就是所谓的地震云出现 不只宜兰花莲 连新竹都有人看到 林友森强调他的发现 却非为言耸听 还指出西藏局 在921大地震前一个月 其实就曾侦测到 南投地磁异常 却因为没有公布 而造成2000多人死亡 认为政府应该立即公开 台湾各地 即时地磁讯号圈 地震预测资讯 和每天发布 国内外地震预报 因为人民有知的权利 到底大地震将来说法 真实与否 对于未处地震带的 台湾民众而言 多些警觉性还是必须 记得林声言静语 一伦报道